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您现在收听的是这样看中国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再次的分享中国的最新情势 这一周有几个大事 首先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去世 享年是96岁 他是在2022年11月30号去世的 那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过去他曾经跟这个丁蓬跟朱隆基搭配 那江泽民在1926年他出生 那他在兄弟姐妹中是排行第三 有大哥有二姐有妹妹有弟弟 他当时所出生的地方是相对富裕的地区 我想这样子的这一种生活背景 过去的生长背景 可能对江泽民之后的一些影响也蛮大的 那在中学大学他是入读阳中中学之后也曾经在这个南京副办的中央大学的电机工程 然后就学过之后他在上海丁氏大学 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都有这一个学习 所以可以说他是有工程背景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曾经担任的职位也是非常的多元 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 主要还是他在上海市 过去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然后中共的这个上海市委处级 那接下来担任这个国家主席的时期 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不管是克林顿访中 或者是江泽民去访美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他比较奔放 比较奔放热情的那一面 那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可以说 都有感觉到江泽民似乎是对美国的 这些领导人物掌握得不错 然后表现出一副就是笑脸 像这些所谓过去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老对手 算是有经营的蛮深的关系 那不管如何这个江泽民的时代结束之后 吴景涛接下来到习近平 已经又经过了两任的领导人 但是江泽民的这种影响力 甚至是在这一种 应该说是世文化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大 有许多年轻的中国这个朋友们 常常就会把他戏称是这个蛤马 然后有各种的把这个 江泽民过去在训斥记者 或者是使用外文的这种影音 剪辑成片段 做成这种比较类似这种比较威胁的搞笑的一些视频 特别是他的招牌的黑框眼界 那他过去在单任总数据以来 也是有许多不同的争议 30号在江泽民去世之后 确实给了整个全中国 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那台湾也是接到这一个讯息之后 我们总统府也关注到这样的讯息 那很清楚的就是 时代的结束 那甚至有一些网民 中国的网民有说到说 谢谢江泽民 让我们可以看铁达尼号 相对以古奉金把现在习近平政权 这种资讯封控 疫情风寡的这个状况 做了相当程度的一个分享 那言犹在尔的 都样都难以 这一个江泽民 训斥香港记者的这些经典的金句 确实还是在我们许多 对江泽民这种赤文化 非常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 江泽民的时代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中国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运动 却又如火如荼的展开 那上周这周 中国实在是发生许多事情 从这个11月24号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恶火 夺走十多条人民开始 不到一周 他们的这个前最高领导人也去世 所以中国应该说 现在他的国内的各种的状况 是不断发生 那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恶火 其实是有消防单位 在怀疑说 是不是因为前往救灾的时候 受到他们的疫情的风控阻碍 那也是因为这种清零政策的执行 让这种风控阻碍 许许多多的逃生 我想新疆的乌鲁木齐的这场恶火 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件 而是诸多的状况之一 可以再查询 在COVID-19开始之后 中国的严厉的风控的做法 导致许许多多 甚至是一楼直接都被封起来 但不能出入 其实有很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 那在11月25号 乌鲁木齐就马上产生了一些抗议 那网路上的一些影片 都可以显示 抗议者都高呼着口号 威武着拳头 跟官员们这些 或者是小白们 就是穿着防护服的小白们 在这个争吵 那11月26号 离这个恶火才发生两天之后 首先就是中共很擅长消失 把一些重要的这种影片 从网路上消失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乌鲁木齐的抗议的 这些影片有被删除 可是在此同时 来自上海 来自重庆 来自南京 来自西安 都有发生 接连的发生抗议 那也是在26号之后 抗议者开始 拿白子来示威 所以这个运动开始被称为 白子运动 或者甚至是说 白子革命 那如果大家有关注推特的话 可能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推特的影片 有展现出在上海 有民众高喊 中国共产党下台 甚至是习近平下台 那这些事情 确实是比较罕见 因为在极权国家 通常 一般民众为了避祸 会比较 会避免 直接去挑衅政府 或者是直接把这一个名字说的这么明白 所以这一次毫不掩饰的喊 中国共产党 或者说习近平下台 确实是已经是蛮严重的状况了 那在10月27号开始 北京开始发生抗议 包含清华大学 那在武汉成都 兰州也接连发生抗议 甚至大理也发生抗议 所以我们可以关注到说 这些抗议者 除了跟警察发生冲冲之外 有些许的部分的这些抗议人士 也被警察去抓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事件而已 在28号 BBC的记者甚至是在上海 被打 也被拘警 尽管是在数个小时后 有获释 但是这已经引起了 这个英邦的作意 那同时 这也造成了 这个 一个外交上面的 冲突的可能性又会增加 近期我们也听到 英国新闻首相 也谈到 中英之间的黄金 事情已经结束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在火上加油 中共对BBC的记者 在打一捕的这个部分 那在上海的另外一个 这个主要地点 特别是乌鲁木齐的这个路 有树起的路障 那警察禁止这个过路人牌照 那如果你看到 这个机制的这些中国人 在争取这个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时候 在白纸的上面 已有发挥一些创意 比方说在白纸的一边写 请不要集会游行 但是另外 只要在这个警察靠近的时候 就马上把空白的一面 翻转过来 然后就变成了是捍卫秩序的 这个关心的好公民 其实这个就是斗志 斗力斗志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是可以理解说 在长期的反复的亲民政策之中 多少的民众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 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 都必须要 这样子的不便 共生构存 来来回回也三年了 快要四年了 那这样子的生活 确实令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忍 也非常的痛心 节目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讨论中国反对 亲民政策的抗疫运动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 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2,2,2,1, GO!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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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O!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刚才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提到几个重要的事项 第一就是江泽民 前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世事 那接下来就是中国 反正中共 清零政策的抗疫运动 如果如图的展开 那其因是因为新疆沃鲁木齐的一场恶果 其实不仅如此 最近中共的中央电视台 开始剪辑这些市族期间 观众的特写镜头 各位听众朋友可知道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希望剪辑起来 让观众看不到 在这一个市族期间 有成千上万的球迷们 根本没有戴口罩 所以不要让这些 在中国的球迷们 有相对的剥夺感 说奇怪 怎么我们的国家到现在 还不能正常化 而全世界早就已经正常化 所以脑筋动到这样子的简区来了 非常的悲哀 也非常的令人痛心 毕竟这个向往只有的空气 或者说至少这种 回到正常生活的奢望 都必须要被动手脚 那当然是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那这个讯息 其实透过网络上 也非常的 也爆炸了 少在台湾的 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说 国外的状况是如何 与此同时 在台湾 10月1号 已经正式的解除户外的口罩令 在户外不需要戴口罩 在室内其实只有 在不管你是唱歌啊 或者是在露营什么 吃饭 饮用这个饮品 也都不需要戴口罩了 所以 现在的台湾也慢慢的 进入正常化 目前 比较 落后于国际的 只剩下中国而已 在10月29号 中国当局 开始调查 抗疫局局的人 在一些城市街上 都已经布置好的 大量的警力 那 刚才我们提到说 这个英国首相 舒纳克 也是在29号 来正式的演说时 说到说 中英关系的 双边关系 黄金年代 已经离去 贸易促进 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 他说 这样的签证想法 也不存在了 那他特别讲到 我们刚才 在前段节目上面 说到的 在10月28号 BBC的记者在上海 被殴打的部分 他特别提到 这个中国警方 对BBC记者施暴的事情 中国已经构成了 体制性的挑战 英国的首相 是这么说到的 那这件事情 或者说 只是一个影子 COVID也只是一个影子 他只是加强了 世界各地 对中国的这种 野蛮作法的另外一个 加强这样子的既定印象 那中国政府 也是有一些 回应 有一些城市的 政府 他开始对封控 有做一些修改 毕竟有这么多的人民 开始对中共产生不信任 还有特别是这些抗议 都已经台面化 所以按照政府的反应 也依照他们的说法 乌鲁木齐的火载人员 跟伤亡 跟封控没有关系 他们甚至指控 他们中国国内的这个 怨声在意到的原因 是因为有外部势力的影响 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蛮严重的问题 不过外部是个影响 这样子的说法一出 各个年轻的中国民众 就也是在抗议的时候 就纷纷的有各种段子 外部势力在哪 是月球吗 这样子的这个影片也非常的火红 那甚至有说 连接什么外部失忆啊 我们的网路都不能够连接 国外的网路 怎么跟我们沟通啊 也就是这样子的说法 也存在 那用这种国外势力的影响 来去 就是说你要说说服民众 或者是作为一个辩论点 我个人是认为确实是没什么意义啊 因为其实中国人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一次的封控 才是导致这民怨的原因 那有人问说 习近平是否会调整路线 习近平是否会调整政策 其实在前几天 他们这个国务院的联防 联控新闻发布会 他们上面有这样说 他说会尽快计量的落实 20条优化措施啊 他说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 应解尽解 那其实有点你就觉得是老样子吧 又是套话 那当然引起的就是更多的愤怒啊 不过习近平到底会不会调整路线政策呢 因为这个他们的看法 那至少是根据这些中共的 这个各种官员的说法 他们认为如果说解除封控 确诊死亡人数会增长 他们会让这个医院的系统不堪负荷 他认为说这个目前中国的人口 都没有接受COVID 所以天然免疫的能力不够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减少 疾病爆发的这种风起 无法去把它平缓的度过 那另外就是说 他们认为老年人的疫苗接种比率太低了 还有其实他们薪资多明 就是中国生产的疫苗 它的功效非常的低 也就是说中共 因为亲临政策 根本就没有群体免疫的这个状况 还有老年人的这个接种率也是非常低 导致他们对于解除封控的这种担忧非常的高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社会性或者是政治性的说法 就是中共短期如果放弃的清零政策 那会让这些民众认为说是他们争取得来的成就 他们争取得来的权利 那他们担心 中共担心说如果这磁力一出 会不会有未来群众想要争取其他权利呢 如果这样子产生连锁反应 那又该如何自处 所以绝对不能够输去面子 导致中共现在拉不下连 下不了台阶 让整个中国不断的反反复复面对这个疫情 一下子封东 一下子封西 一下子封哪一个区这样 无法把他的经济引擎权利推动 那对中共接下来的政治金具 甚至是他的军政 我想都会有影响 特别是在这种风控 长期间的风控跟这种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之下 许许多的外伤心中都已经暗制下了决定 在中国的时间或许已经够了 未来还是要回起回国发展也好 或者是寻觅新的在亚洲的商业机会 那这场抗议这场运动 有没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导致改变 我认为尽管尽管这场运动 是对于自由的渴望 我们都予以最大限度的去支持 但是其实这也并非中国的第一次 反风控的抗议 那运动又面临了 这个中共当局周日周一的反对 或者是用各种的骚扰 把这种各种机会的讯息放在网络的河道上 其实某种程度这样子的抗议示威 已经慢慢的弱化下来 那中共很清楚的知道 新兴之火可以聊野员 所以他们一旦怀疑到有任何一场运动 有可能影响到政权 他们就会斩钉接天 严厉打击 所以极权国家是比民主政权更害怕 思维游行 因为思维游行就像是一个新国一样 它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出森林大火 在台湾在一个完整的民主的生态链 比方说你说过去这十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 其实台湾的机会游行抗议也好 在各县市 偶尔啦 不要说每天每日 然后只要是一有团体觉得 有些政策需要改变 认为政府做错了 都会有这这样的抗议 也是一方面是呈处民意 一方面是宣泄 一方面是让政府知道 人民的声音跟人民的力量 那在民主国家这样子的渠道 其实是蛮畅通的 那在专制国家不但不畅通 只要一开始就会被当成 星星之火斩钉截田被严厉打击 所以你压得越重 它反弹的也是会越大 那目前看起来是有稍微被弱化 但是这就如同你强压在 具有弹性的弹簧上 它或许一时一刻被你压制住了 但是当你的手稍稍放松 那这个弹簧就会跳得很高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知道说 你要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认为这次抗议会带来的遗产 就是说它能够给未来的抗议运动 升级加薪天才 就是说这是一个做法 就是从这一次的示威运动中 从这一次的各种的做法 或者说各种的抗议的方法 各种的串联 都是下一次中国民主 中国自由社会运动的一个养分 那台湾已经有各个不同的 跨政党的政治人物 学生团体 还有公民团体等等 都很直接了当地 跟中国人民在民主的 追求民主的历程中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也是诚挚呼吁 中共不要伤害自己的人民 针对疫情的控管 以及人民生命财产 以及最重要的自由的影响 务必要降到最低 而且要倾听民众的声音 不要把疫情当成只是一种 政治上的你来我往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能够忍受这样子长时间的自由被限制 当他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 却必须要面对这样子的风控时 我想应该也是让政府思考说 要怎么样做比较有效 那我个人建议 比方说疫苗的部分 中国还是有非常大规模的人群 没有接受到有真正非常好的效力的疫苗做保护 那其实后劲有后劲的优势 那一开始我们世界研发的药品 主要是针对原始株 非常有效 那也成功的把这个疫情一度压制住 那不过因为新冠病毒非常的狡猾 那导致他们的进化总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其实后劲优势就是说 现在如果中共愿意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像德国也好 因为最近德国总理 比较之财仿宗 像他们购买次世代的疫苗 一次性的 永久性的 面对这一个挑战 面对这个问题 不是个人的颜面问题 而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你必须要关注你自己国家 人民的这种生活水平 就是把更有效的疫苗 快速的让全中国人民去接种 让中国人民尽快的取得 这种疫苗的保护力之后 快速的解除风控 这才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那这一周确实 各种白纸革命的新闻 让我们见证到说 现在的中国确实是 在这个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人民现在也是在面临 风控还有心理 各种生理上面的交集的 这种情绪的煎熬 那全部的原因都指定于一人 那就是习近平主席 我们在此呼吁 习近平能够尽速的去将 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以及最重要的自由 好好地做考量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政策 不愿意去妥协 导致中国人民到现在 还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主持人陈冠婷 我们下周再会